心靈 歡迎收看警訊 蛤? 我有筆錢要給這個人? 沒理由的 我根本就不認識他 怎會無端端給錢給他 對了對了 麻煩你 我晚點去銀行自己查一下 麻煩你 KJ 甚麼事這麼緊張? Samuel Sir 銀行打來 說我有筆錢要給一個人 但是最奇怪的是 我根本就不認識他 又怎會無端端給錢給他 所以 我現在叫銀行 先拿著筆錢 這樣的情況 你最近有沒有在公眾電腦 做過網上理財? 我生氣了 我上個星期因為要趕著入數 我去咖啡店部電腦登入 你這樣做 就很容易被人盜用你的戶口資料 最近警方收到市民的報案 知道他們是銀行戶口的錢 被人轉走了 四字成語 掩耳道靈 就是以前的一個笨賊 想著自己可以掩著一隻耳 然後去偷採一個銀行 而其他人都會聽不到銀行的聲響 當然 我們知道這樣是不行的 但是在現代的社會裡 居然有一班騙徒 想出掩靈道款這個方法 到底是怎樣做的呢? 我們一起去看看 那個Tony 又說這部電影怎樣好看 怎樣緊張刺激 絕無冷場 騙人的 嘩 悶到我 差點笨著 最奇怪的是 她的女朋友Lulu 大讚部電影好看 又給LIKE 想不到她女朋友Lulu的味道這麼差 你猜他們會否看了第二部電影 入錯house 沒那麼猛吧 那我就知道了 她們的戲劇不是看電影 是想著 唉呀 你經常想著這些東西 不要打著 不要打著 有訊息 是誰 這樣也可以 那間電訊公司發口訊給我 說我確認了什麼 飛線服務 這樣啊 那我試試打給你就知道 唉呀不用了 可不然她們又不知道搞錯了什麼 我都沒有碰過電話 怎會有什麼飛線服務 那又是呀 除非是這樣 真的怎樣 除非有鬼 哎呀 你知道我最怕鬼的 有關阿伯經常會嚇我 不要生氣 最重要我請你吃餐 好的 不過 要等我按錢 按錢 咦 咦 這裡走得這麼遠 要很遠的 我走不動了 這樣啊 不要吃了 你又想了 要吃豆豉 要吃刺身 走吧 快點吧 我肚子餓 有人離開 你走得這麼遠 行了 按賣錢就去吃東西 當然了 為何沒有錢 沒有錢就通知發送人 不是呀 他說你戶口現金不足 我呀 我會現金不足 我會有十多萬的 那快插一個戶口吧 喂 喂 我戶口的錢沒有了 去了哪裡 喂 那快點問問人 和我什麼事 走吧 我片段看來這裡 相信大家都會猜到 市主戶口的錢不見了 和那個短訊是有關的 但到底騙徒是怎樣安排這個 非線轉博的呢 我們一起去看看 怎樣啊 找得我這麼急 什麼事 沒有呀 最近輸得很慘 想問你量度一點 唉 你又賭錢 難怪得就上來我家找我 說真的 我借得多少給你 要錢 當然要找老闆 這麼容易嗎 現在的老闆很聰明 不是那麼容易騙 是那麼容易拿的 他們呀 懂得看警訊 懂得上警隊apps那裡 我們的騙徒手法 他更清楚了 不是那麼容易想當的 那就不要問他拿錢 就直接在銀行拿起錢 說那麼容易嗎 怎樣拿 你用一下腦子 用另一個方法去想 怎樣把別人的錢 轉到另一個指定的戶口 是需要些什麼的 有提款卡 加上密碼 偷了提款卡 然後找機會騙密碼 但是這些伎倆 我們已經有很多次了 不是那麼容易的 那還有什麼方法 可以過倒數 要有戶口號碼 個人的簽名 在銀行過數的時候 還要出示新聞證 雖然複雜一點 但也不是不可能的 開竅了 但是銀行的職員 就會打給市主 是呀 銀行會打電話 或者發口信給市主確認 除非市主的電話收不到 那怎樣才能做到呢 偷了電話 不行 他很快會發覺 我們很難繼續下去 把我的電話飛線到我們那裡便可以 那需要什麼資料 那我不知道 你需要電話號碼 電信公司 記住名字 身份證號碼 出生日期 都是那些 有些電話公司 可以用另一個號碼去飛線 不過就要密碼 大部分人都有遇切密碼 來來去去都是個人資料 那些東西 通常有些人不會改的 最重要是電信公司問清楚 然後找到個人資料 這樣便可以 你說 有多少人會好好找保管個人資料 你便可以找你 好 你覺得我 horizontally想沒有 然後找到我 那 我一定想想 再找到個人資料 你可以找到個人 specific資料 再找到個人資料 而且我去找個公司 有辦法 要去找你的公司 跟從她們想要去投資 那不是 Muito 怎樣? 改什麼名字? 改希臘馬 怎樣? 全部交換了 隨時開飛線 之後市主就不會再收到電話了 他的電話全部轉播了 我這個電話號碼上 只是這樣 他亦會收到電訊公司發出的轉播通知 但我相信沒有人管 可以了 那我去銀行等你通知 我飛完線之後試一試沒問題 我通知你 好 麻煩,想幫朋友轉帳 小姐,麻煩身分證 麻煩等等 經理,有一份轉帳 需要找客人做抗認 好,你先放下 你先出去做事 好 是呀 照過數給他 沒問題的了 謝謝 過錢給我 當然沒問題了 不數沒問題的了 照轉帳就可以了 小姐的款式已經轉帳了 請問還有其他需要呢 沒有了,謝謝 謝謝